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话形容呢 形容给胡锦涛胡歌了 原因很简单 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 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有关间谍的事 其实那件事呢 当时是以爆料出来的 那现在到今天我们看呢 这是坐实的 而且当时胡歌非常愤怒 愤怒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了 在公安部副部长这个级别 他的助理出现了长期的美国CIA的间谍 你说这个背景之下 正像我们当时王立军这事出来之后 我们就想过 奥巴马是中共现今政权当中的 第十个政治局常委 你说是不是吧 他想不是都不可能了 他两方位 王立军闯进美国领馆 跟人家来一讨 那是公安部副部长级的官员 那这个间谍呢 长时间握槽 握在里头 每天给人吃早点似的 也告诉奥巴马 公安部 国家 政法委系统 出了什么事 干什么事 他想不成为政治局第十个常委 都不太可能了 而这两件事情呢 发生的几乎是同一时间 所以在当时把这个消息给摁住 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 路透社透过内部的消息了 证实有一个公安部副部长的助理 长期成为了美国的间谍 据说呢 这是二十年来的最严重的事件 也据说呢 胡歌呢 庞然大怒 薄怒 简直是适可忍 熟不可忍 我们经常俏皮话叫深可忍 熟不可忍 这是北京胡同成心这么说的 叫深可忍 熟不可忍 原因描述的意思呢 就是老愤怒了 其实我自己的概念呢 还是这个概念 整个事情的发生在今天 在二零一二年呢 胡歌其实提醒了你 你愤怒也好 无奈也好 不高兴也好 摆平衡也好 就是一点 你老哥控制不了 你老哥控制不了 你从这个角度想 其实很多事就想通了 你老想控制 明明控制不了 老想控制的话呢 事就越出越多 越出越大 而且一定围绕着你身边出事 这刚六月份 没出完呢 在涛哥的眼睛里这事 没出完呢 不信你就走着瞧 那因为这件事情 间谍这件事情比较大 那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呢 世界各个媒体呢 都对这件事情有所报道 我们看看BBC怎么说的 中国间谍丑闻令胡锦涛震怒 消息人士说 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 为美国中央情报级服务的消息 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震怒 胡锦涛亲自下令彻查 其实我不是说逗胡歌玩 你查完了怎么着呢 胡歌你查完了 以你现在做事的方式 你能怎么着呢 杀了他 剁了他 宰了他 吃了他 煮了他 炸了他 然后呢 你还是你 然后呢 你该拿得起来 该放得下的事 你该做的时候 你还做不到 当你做不到的时候 没用 这就是我对你的看法 这就是我就讲说 你震怒半天 什么事情 你不是都是有一种震怒的说法吗 从王立军开始 一连串的事情 你在第一时间条件反射的时候 是你自己内心的感情 当你权衡利益的时候 你夸插就软淡了 这就是你最大的弱点 这也就是让人周永康 罗干或者说曾庆红 最抓住的你那一点 想想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我们分析过 他们把姜子 老姜都给抬出来了 照片都拼不出来 十几天二十天之后 拼出一张照片来表示出 老姜还活着 为什么表示这个概念 他们知道你怕老姜 你看见老姜 大家记得在 这个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时候 老姜死而复活 爬插大白天的一出来 那张照片有啊 你看见老姜的时候 大白天的下你就够呛 你为什么那样 这就是你最软的地方 对吧 人怎么能怕鬼呢 大白天呢 但你为什么有这种惧怕的心理呢 不正是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 你做小媳妇 小心翼翼造成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点 震怒管什么用 谁不会发怒 对不对 谁不会发怒 但发怒完了该怎么处理 你要明白 这就是我觉得 你自己本身要看明白的一点 但事情的发生呢 不正是在提示着你 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而你在想象的可怕 在维护着自己 在考虑到自己得失的时候 做事情就会缩手缩脚 那客观现象反映出来的事情呢 就把你缩手缩脚给你剁下来 你越往后缩越剁你 不就是这么个故事吗 文章介绍讲 路透社报道 在今年一月到三月期间 中国安全部的副部长 一名助理被捕 他被指多年来向美国提供情报 令中国在美国的情报网严重受损 两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还提到 上述消息令胡锦涛大为震怒 他在今年年初曾经亲自过问此事 下令严加调查 其实作为国安部的副部长的助理 他同时知道政法委系统的操守和做法 政法委系统的操守做法 现在已经特别是610办公室 超越了他管辖的范围 包括很多外交 包括各个领馆都要受他们控制 那这些消息相信同样可以被这个人呢 转到美国方面去 所以政法委系统 我们说过去的时间里头 周永康我们评论太多了 所有的其实爆出来的事情 让您胡歌震怒的事情 其实最终负责的人不是周永康吗 而真正往前追的话 不正是原来的血债帮吗 你就拎不清 在那把这手摁那手摁瞎摁 恶心死你 还是那句话 朋友最爱听那句话 放屁砖砸你脚后跟 而放屁谁放呢 你自个放你自个放 你想找别人说还说不着 你怨不怨恶心不恶心呢 文章还介绍说 国家安全部本身进行的调查显示 该名副部长助理多年来 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就是CIA 并对中情局泄露了中国海外间谍网的情报 据信这是二十多年来 中国安全机构发生的最严重的间谍丑闻 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系统内 对内而言 王立军的操守找到美国人 然后把情报拿出去 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 那对外这个间谍出现的状况是直接向外 这两个人都可以直接跟周永康对上话 而这两个人所知道的事情 都跟政法委系统最高的做法直接相关 消息也直接知道 可是呢 你的操守 你的所作所为呢 就想把这件事情了在这儿 但你自己又清楚 这事了在这儿 老百姓也不高兴 与谁都不利 与谁都不利 不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这就是我提的 一再一再讲到的 说今天看到的事情 是超越你控制的事情 而他所揭示出来的呢 是真相 这一再说 我嘴皮都快磨得 找不着词了 对吧 这就是一种 一种让你选择的一种天意 一种概念 但你胡歌呢 如果要真的是胡罗八度的 那么一个概念的话 就看眼前这点事的话 麻烦事多了 我跟你讲 麻烦事多了 麻烦事多的咱说句不好听的话 哪天你赶上吃豆 就不是一个屁砸你脚后跟 你想憋都憋不住 砸你一溜小屁 对吧 走向胜利 那玩麻将 一溜小屁走向胜利 对不对 胜利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写财了 我觉得这个道理 你要弄明白 路透社还说 这名被捕的 安全部的官员的名字 至今没有被透露出来 据信 此人是安全部副部长 陆中伟的助手 那我们两三个 清晰前的消息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说 那位副部长是谁 当时没有看到 以为呢 很多人说是邱进 那后来邱进成为了这个 十八大代表之后呢 那就确定了不是邱进 那现在这个名字拿出来 那至于到底透露了什么样的情报 这里提到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 也就是连锅端 什么政治经济战略情报 就是连锅端嘛 就是他所有知道 他能够掌控的所有知道资料呢 他能给的基本上都给了 其实就这么讲事 那作为国家 国安部的副部长 知道的很多 更多的消息 不正是政法委系统 对在国内维稳的做法 和他的工作重点 这就是我提到 今天奥巴马政府本身 对中共的强硬 你说跟这事有没有关系 绝对有 政法委系统的一切的操守 他挣钱的方式就是以镇压和迫害的方式来赚得自己个人的利益 那任何作为美国政府来讲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所作所为 本身就证明了共产党的体制的不合法性 已经曝光于天下 所以这个我相信 你眼睛紧紧盯在事情本身上 你看不出个子丑隐谋 也就是说他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带来什么影响 不是的 你从大的范围看 这就是这个 他向美国人披露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合法 这是确凿的证据 对中国老百姓来讲 为什么不合法 这样的事情只要罗列在一起 把这些这几年来 这哥们拿出去的东西落在一起 就证明了他共产党如何的不合法 文章同样就提到这位副部长了 我看其他文章也介绍说呢 陆中伟本身呢 大概犯的错误 也就是用人不当 并没有进行更深处的这种调查 应该对他的所谓的责任 也就到这了 而且也认为 今年59岁的陆中伟呢 将面临着退休 他应该没有更多的麻烦 这就叫切割式处理 可能是 可能不是 对吧 大家注意到今年 胡歌处理问题呢 都叫切割式处理 就是 谁出的事 就到这了 不往后追责人 想求稳定 这就是我说的问题 你想动 这种静态的求稳定 你想把整个利益集团 各个家族 你尽可能少的得罪 哥们你已经得罪了 你已经得罪了 作为利益家族来讲 在今天处于弱势的情况 他可能不会干什么 但是一旦他喘过这气的话 他一定跟你干 说一个道理 说一个我们人人共通的道理 谁跟钱有仇啊 没仇吧 谁在放纵欲望的时候 认为满足啊 不满足的对吧 所以你就看 挣钱的贪污钱的 原来是 原来最早改革开放 叫万元户 后来十万 后来百万 后来几千万 然后上亿 现在就我说了 我说那话 挣钱人家数零 挣多少数 人家数零就完了 对吧 钱都加一个一 加一个二 八个零 九个零 十个零 人那么挣钱 谁还去数数 落落点钱啊 那都是笨 他问他那么多钱干嘛时呢 没用了对他 但他为什么又赚呢 这就是欲望无法控制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一个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你今天胡锦涛想去维和 平衡利益集团和利益家族的话 扭过脸来 大家伙一块吃死你 一块砸死你 因为你耽误了他们事了 你耽误了他们事了 对吧 那个时候 现在仅仅渡过难关 所以你要弄明白 而这件事情呢 在世界媒体反应比较大 美国之音呢 作为当事者之一的国家的媒体呢 他对这件事情的分析的 或者说披露出来的消息 相对更详细一点 我们就看看他怎么报道 弥补一下BBC没有的内容 美国之音在报道的时候 直接讲说胡锦涛下令 严查国安部的间谍门 他上来同样是引述的路透社的报道 15号 路透社从香港发出的独家报道说 两名直接了解此案件的消息来源 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发现了 并且抓捕了涉嫌为美国中央情报机服务的 一名中国国家安全官员所提供的消息 使得中方在美国的情报网大伤元气 此案让胡锦涛不然大怒 胡锦涛亲自过问此案 并且下令严查 大概是这么个说法 这里报道比较详细 说如何发现此事件的呢 据说从去年开始 中方派到美国不止一位情报人员 接连被识破 接连出事 引起了国安部的警觉 1月到3月期间 遭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的国安人员 被中方抓捕 国安内部调查发现 该名官员在被捕之前 已经向中情局提供了多年的情报 那至于陆中伟 就是国安部的副部长 他的助理出的事 陆中伟说上面讲应该没问题 他没有变色 他是好人 他还是他仅仅是用人不当 跟BBC的评论类似 那紧接这里面他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作为胡锦涛来讲 今天所面临的事情很麻烦 特别是2012年的秋天呢 应该是多事之秋 那多事之秋呢 所以他总是希望把出的事情摁住 那不愿意事情本身的更加的扩大 就是维稳的说法 希望能够安稳的进入到 或者说过渡到18大 而对于这件事情来讲 中情局呢比较得意 虽然他失败了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 他又成功了 所以文章是这么说的 失败在外 成功在内 应该对中情局而言呢 应该是这么个概念 他讲说 针对CIA这一次成功策反的案件 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 中国问题专家金德方 对美国之音表示说 这个案件的细节 外界还不知道 大家知道的很有限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 将会很高兴得知 美国政府还是为国家安全 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因为大家常常担心 政府在这方面总是不进职 另外一方面 CIA一直讲 外界只是知道他们的失败 对他们的成功一无所知 这一次CIA可以以此作为依据说 你看我们确实在做事 并且也是有成效 在这里呢 我就想换个角度讲 所有跟说被党的宣传部门忽悠起来 爱国人士去反美的人 我提醒你注意 上两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 同样美国中央 美国FBI 在洛杉矶的高级警探 自己明确讲 作为国家来讲 作为美国国家来讲 国家有一些政策 所以他不能做什么 但是作为他个人来讲 他愿意把一些事情呢 讲出来 他就直接讲说 他手下的六名华裔警探 把居住在洛杉矶的 这些中共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 以及这个省部级官员的 孩子们的家属的底细 调查得非常清楚 他感到他个人感到非常愤怒 这些人在这个国家 窃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老百姓的财产 然后又高呼去反美 但是然后呢 又把他们的孩子 弄到洛杉矶来 利用美国立国之本的 基本的政策 来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 所以FBI的高级探员自己也说呢 就基本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 两个消息合在一起 大家听懂一个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密 是对我们老百姓而言 对美国人是敞开的 奥巴马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当中的 第十位 跟在周永康的后面 周永康第九位 他是第十位 周永康知道的事情 他都知道 周永康不知道的事情 搞不好 奥巴马也清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